最近一旦赌王何鸿燊去世了 享年98岁 被人们称为一个时代的落幕 这位号称赌王的老者一生不赌 更是要求子女不能赌 拿着10块钱登陆澳门 做大之后却被赶出澳门 因为复仇又重返澳门 事业大起大落 掌管着5000亿的资产 年迈之时却又上演了一出 四房争家产的戏剧 可以说何鸿燊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位传奇大亨的故事 欢迎关注猫眼儿的频道 先来的话也可以翻翻其他的内容 何鸿燊出生于1921年 其爷爷和福是香港五大华商之一 其伯爷爷和东 更是那个时代的香港首富 甚至在一战时给英国人捐过飞机 跟孙中山 康有为 蒋介石等人 都有着密切的往来 还当过黎元红的顾问 帮过康有为躲避青庭的拘捕 孙中山在香港 他也帮了不少忙 可见其家族还是很有势力的 何鸿燊的父亲是何世光 也是当时的香港十大富豪之一 新母亲显星云 家族也是香港四大旺族之一 可以说 何鸿燊就是出生在一个金窝里 所有顽固子弟的毛病 何鸿燊身上一个不拉 然而13岁时 其叔叔被人作菊 自以为看到了股票市场的内幕消息 憧憬着 也能成为像大伯河东那样的 赤塔风云的人物 就拉上两个哥哥一起大赚一笔 甚至不惜举债买入股票 可谁承想 股市一夜逆转 三个人倾家荡产 叔叔自杀 伯伯得了精神病 而父亲慌乱中逃到了越南 留下何鸿燊和母亲 一夜之间家道中落 当初在学校里横行霸道 如今却被人计笑 上学连公车都做不起 但是当时学校唯一的好处 就是成绩好 可以拿奖学金 这也是何鸿燊 唯一可以挣钱的方法 于是发奋读书 从年年的倒数第一 到年年拿奖学金 成为学霸 集中考入了香港大学 但是在读到大三的时候 香港沦陷了 参加了义勇军反抗入侵 最终被迫离开香港 去了澳门 当踏上澳门的土地 何鸿燊身上总共就只剩下10块钱港币 起出什么脏活累活都 但是他并不只为了一口饭 要不然也就不会有以后的传奇了 他在干活的时候也在不断的观察 看看哪个行业好挣钱 当时由于战争 海上运输异常危险 但是由于物资紧缺 海运又是生命线 所以押船这个职业是非常危险 但是回报也是超高的 于是何鸿燊又去做了这个职业 仅仅靠工资 还不足以赚到自己的第一桶金 老板发现这个小伙子与其他人很不同 只要自己需要什么技能 这个小伙子都能很快的学会 并帮助老板解决问题 当时的航运生意火爆 老板不仅需要懂英语的人 还需要懂葡萄牙语和日语的人 何鸿燊就去上夜校 去学了这两门语言 慢慢的就成了老板离不开的人 年终老板就给了他100万的分红 拿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但在海上要与海盗和日本人周旋 一个不好就会掉脑袋 此时他也在寻找自己能做的项目 毕竟谁也不会总想只为别人打工 1943年日本人封锁澳门 粮食供应紧张 澳门总督组建贸易局 而会计部主管何贤 与何鸿燊经常打交道 知道能力出众 就拉他到局里做事 因为何贤在战火中 与日军套舞机关多次周旋 最终为澳门筹到了足够的粮食 渡过难关何贤一战成名 后来成为了民间的澳门王 不管是黑白两道 还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 都要给何贤面子 而其子何后华也成为了 澳门回归的首任行政长官 有了何贤这层关系 何鸿燊在澳门可以说是做的风生水起 因为有贸易局的关系 何鸿燊拿下了澳门电灯公司 80%的燃油供应 又是赚的盆满钵满 但是此时却被当地的黑道找 要求抽水 何鸿燊哪里鸟他们 硬生生的找人把黑帮给打伤了不少 最后何贤出面赔钱了事 1945年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何鸿燊 此时又找到了何善恒 这也是个大人物 他是恒生银行创始人 恒生指数就是他编制的 两人合伙开了大美鸣行 随后第二年又开办船运公司 生意越做越大 可是此时当初被打残的黑道们 看见何鸿燊越来越风光 其不过 他1953年发出通牒声 如果他不走 澳门就会多一起灭门案 被逼之下 1953年32岁的何鸿燊返回了香港 离开澳门时 他发誓一定要把在这里失去的夺回来 回到了香港 何鸿燊也是如鱼得水 手里有大把的现金 就把钱投进了房地产和楼市 这让何鸿燊很快的击进了富豪之力 到了1959年 何鸿燊已经有了1000多万的现金 这还不算其他的资产 可能如果一直在香港 会成为另外一个李嘉诚 但他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 澳门始终羁绊着他 1961年终于有了一个机会 当时的澳门赌鬼叶翰 因为不服当时的澳门赌王傅老荣 自己辛辛苦苦为傅家打天下 可是傅家却只给自己一点点微薄的薪水 于是离开傅家 另寻出路 1961年澳门赌博业专营权到期 需要重新公开招标 而恰好前一年老赌王过世 叶翰觉得是个机会 就找到了当时黑白两道通吃的叶德利 其实力倒是有 但是有一项竞标志需要是葡萄牙国籍 于是叶德利就想起了自己的小舅子 何鸿燊 何鸿燊虽然自己不赌 但作为商人 他岂能不知赌场的盈利能力 而且这也是杀回澳门的一个机会 叶翰自是老谋顺算 不想一家赌大 找来霍英东来制衡何鸿燊 但是霍英东觉得赌博不是一个正经生意 不能创造财富 反而会引起很多的社会问题 叶翰找了几次人家都不同意 最后何鸿燊觉得 依靠霍英东在港澳两地的名望 处理起各种繁杂事物的时候会更好 于是亲自去请 因为两人都是香港人 而且还是校友 霍英东说也不是不可以参加 但是以后的赌博业 必须是跟香港赛马会那样的慈善机构 叶翰虽然不同意 但是被何鸿燊说服了 赌博可以不挣钱 但是可以从其他方面挣钱 比如酒店旅游消费等等 于是四人就传了这么一个局 不管是各个方面 这四人都表现出了强有力的竞争力 在竞标的时候 何鸿燊还向政府承诺 每年利润的10%用于慈善 90%用于发展经济 基础建设等等的地方 当时澳门政府一听 这不错 还能为我增加政绩 于是还把专营权放宽到了8年的时间 老赌王富家又岂能任人鱼肉 他们请出和弦 要何鸿燊放弃赌业 并且记出了赫赫有名的8大条 一是要取何鸿燊姓名 二是要让澳门的酒店全部停业 让香港赌客无处牺牲 三是要让港澳客轮全部停航 四要派乞丐到新财团的赌场天天闹事 五要让澳门的业主不敢租场地 给新财团做赌场 六将原来的赌场的所有伙计和荷官 包养起来 让新财团无人可用 七要在新财团的赌场内投掷手榴弹 以吓跑客户 把要透过澳门和葡萄牙的关系 阻碍澳门政府与新财团履约 这个时候 何盈东先怕了 就希望大家何其生财 无论黑道白道都能合作共赢 提出了大联合的方案 可是何鸿燊不干了 自己以前就被人撵出了澳门 这次又有人来威胁 何鸿燊针对八条一一出手 甚至直接在律师那放了100万 发布消息称 如果有人杀我就替我报仇 然后自己去律师那领100万 如果有人往对方赌场扔手榴弹 奖励1万元辛苦费 何鸿燊的一系列举措果然珍重了老实力 1962年5月 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成立 公司成立后由叶翰经营 让公司开始蒸蒸日上 经历了黄金十年 但是随着公司的逐渐壮大 叶翰越来越觉得 让何鸿燊当赤牌人自己不服 特别是后来发现 说赤牌人必须是葡萄牙国籍 纯属是诓骗他的 而且觉得何鸿燊 你一个连赌都没赌过的人 凭什么来管自己这个专业的 所以就开始四处找茬夺权 何鸿燊自然也不是吃素的 1973年 当叶翰刚坐上去欧洲旅行的飞机 何鸿燊直接把赌场中 叶翰的心腹人员从上到下换了个遍 成功的夺取了公司的经营权 1975年 叶翰宣布退休 但是到了80年代 叶翰仍不死心 觉得自己才是澳门的赌王 于是又联合了香港的珠宝大王 郑玉彤做竞标搭档 想夺取春营权 谁知道最后 这位珠宝大王最终却与何鸿燊合作 后来叶翰又搞了赛马会和公海赌轮 但最终都给何鸿燊做了假议 先后被收购 最终何鸿燊再也没有对手 奠定了其赌王的地位 当然你千万不要觉得赌王就是做赌博的 在澳门 这个行业本来只是一个不受人待见的小产业 但是何鸿燊与澳门政府合作联合做取了博彩旅游 这让澳门成为了全世界的旅游目的地 其他的各行各业都开始迅速的发展 有人说 在所有的澳门人中 你的亲戚朋友中 总有一个是吃何鸿燊的米饭的 足可见其影响力有多大 到90年代 澳门赌业每年上交赌税超过40亿 占澳门财政收入的50%以上 2008年 澳门集团在香港上市 其旗下公司涉及了房地产 建筑 船务 投资酒店交通慈善等等的多个领域 可以说真正的建立起了一个帝国 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吃花群众来说 何鸿燊最具吸引力的地方 莫过于四房增加产了 何鸿燊一共娶了四房太太 还有个私户 本来是要纳第五房的 被前几房阻止才没纳成 有17个子女 何鸿燊控制了高达5000亿的资产 为了争夺资产 这家人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正房夫人李婉华 在何鸿燊早期的崛起时 也对何鸿燊帮助不少 但是因为车祸 李婉华和儿子都在李斯本身亡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豪门恩怨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三个女儿 一个疯了 一个私奔 一个也没成气候 所以到了近代 正房并没有增加产的实力 只有些须私人资产和少部分的现金 当初李婉华一直患病 而何鸿燊事业正处于上升期 就以当时的大清律 允许取二房和应酬需要 最终娶了二房夫人蓝琼英 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而在李婉华患病期间 何鸿燊与李婉华的四人护理 陈婉珍日久生情 而成为了三太太 有两女三子 而四太太梁安琪 则是在一场私人舞会上一眼钟情 而成为四太 有两女三子 而财产振作战是在2010到2011年 达到了巅峰 最终对簿公堂 一开始 赌王将股份转到二房子女公司 二房成为集团最大股东 半个月后赌王再次重新焚飞 将48亿元的股份转到了四房 使四房成为了赌王后的第二大股东 又过了一个月 赌王又将名下的50%股权转到了三房 而次日赌王的律师表示 二房三房在榨取赌王资产 之后赌王女儿否认诈骗 最后二房做出了让步 四房出让股权 最终何鸿燊出面调解 全家人发布联合声明 宣布大和解 并签署了家族和解协议 当然这个协议外人不得而知 不过也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赌王一生传奇 出身在豪门世家 却不想家道中落 但是凭借一己之力 居然又再创造了一个新的豪门 不得不令人称奇 这位吴冕总督 在港澳历史上留下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你原本印象中的何鸿燊 是个怎样的人呢 欢迎留言评论 感谢关注猫眼儿的频道 下期再见